移民到加拿大累学城市值得你的选择呢 加拿大是一个复原辽阔的国家 人口超过3800万 同时也是一个以多元文化著称的国家 对于移民加拿大来说 开放和包容的社会氛围是它的最大吸引力 移民加拿大为很多外籍人士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对于踏上这片土地的异乡人来说 也充满了未知的挑战 去往另外一个地方居住 在下榻之处的选择 肯定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那么移民过程中 需要面临繁琐的移民手续和高昂的生活成本 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大城市里面 现在的房价和物价普遍较高 那么适合移民的加拿大城市到底有哪些呢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世景思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移民留学出国的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向我提问 或者是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获取你的移民留学评估 首先我说第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叫温哥华 它是由太平洋门户的称呼的 这个城市几乎是四面环水 那么在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 也是一个最大的天安两岗 这个城市虽然建设一百多年 但是却有众多的压医人 是居住在此的 大多数港台过去的华人 都选择在这里居住 特别是一个叫列治文的市 甚至满地都是华人 很多商店的招牌 甚至都是纯中文的 美式更是充满了咱们中式的风味 温哥华又有很多大型的公园 现代化的建筑 移人的湖边小路 以及保存完美的传统建筑 这里每个类似咱们中国的城市当中 都有一个区域比较为市 其实整个大温城市 就是由各种城市 所组成的一个大的区域 我们一般都叫做大温地区 比如说包括温哥华 包括本纳比 包括苏里 包括高桂宁等等 还有一个城市就是卡尔加里了 这是一座屋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南部洛基山脉的城市 也是阿尔伯塔省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 别以为卡尔加里不起眼 它可是加拿大人口的第四大城市 作为阿尔伯塔省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 这个城市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 很多的总部都落作于此 卡尔加里是加拿大最大的能源中心 以及北美第二大的能源中心 包括咱们中国在内的众多石油公司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都在这里是有常驻机构 甚至是花150亿美元 买下了本地的居性公司 卡尔加里这个城市 四季非常分明 景色也各有千秋 冬天虽然长 但是在大多数的日子里面 都是晴朗的 有日照的 不会压抑 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 也是暖阳阳的 正常可以进行户外活动 也是加拿大阳光 最充沛的城市之一 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了 相信很多没去过加拿大人都知道 有多伦多这个城市 它是安省的 相当于首府型的城市了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城市之一 多伦多的金融业非常发达 比如说像皇家银行 帝国银行 蒙特利尔银行 这样相当于加拿大的五大行 都全部汇聚于此 90%的外国银行 驻加拿大的分支机构 也设在多伦多 如果咱们单纯按交易额来计算 多伦多的证券交易所 也是北面的第三大证券交易所 经济发达意味着 多伦多的工作机会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都喜欢跑到多伦多去 如果你也准备 在加拿大大展级的宏图 通过自己的能力打开天下 多伦多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市了 仅次于多伦多 人口种处已经突破了400万 其中有华人10万左右 由于多伦来打下了基础 它的工业产值 现在仍然居于加拿大的第二位 同时蒙特利尔的气候相对还不错 雨量充沛 气温适中 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样的冷 接着咱们就说 加拿大的首府沃台华了 人口130多万 其中华人有5万多 是一个很安静 适合学习的一个城市 治安的仍然相对其他大城市 会好很多 有几家规模很大的 华人超市餐饮店等等 沃台华的春天 常常在4月份才来 危机很短 夏天通常阳光普照 热而且湿润 通常也会有雷暴 秋天的沃台华 则多半清凉舒适 沃台华的冬天 就是极为寒冷的 沃台华的平均气温 差不多是在年度5.7摄氏度左右 位于世界平均气温最低的 世界首都的第五位 也是世界第三位 绝对气温最低的城市 总之 有着完善的福利制度 优美的自然环境 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多元 而且包容的文化等优势 加拿大一直以来 都是咱们华人移民的首选国家之一 如果新移民刚刚到来 如果担心不能够融入 可以先选择一个华人多一点的城市 慢慢习惯加拿大的生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市警次 加拿大22年的老移民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移民留学的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向我提问 或者是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获取移民评估 我们下期再见